大家来到基隆 除了海洋广场之外 也可以来这个基隆港的西岸步道来走走 有别于其他的景点 在这里可以超近距离的观看 来来往往的大船 还有邮轮啊 基隆港务公司自104年起 将使用了超过百年的基隆港西岸码头 进行整件峻生工程 并优化码头设施 到了108年峻工后 可提供22.5万吨 最大型国际邮轮停靠 让基隆港更具有竞争力呢 在这么近的距离 看着雄伟的船只在眼前经过 这样震撼的感觉 真的很特别的体验喔 今天来到这里怎么样 真的很不错 而且这里的景色也太辽阔了吧 因为很多人来基隆 都会到海洋广场那边看港湾 可是我跟你说 来到基隆西岸这个步道 有时候吃饱走走也不错 而且刚刚我们有看到什么 大船 入港 出港了 今天来这边可以近距离看这些大船 而且你看喔 你仔细往那边看 还有军舰 对耶 这里的景色真的很不错 因为以前就像你说的 我们都是去一些万年不败的地方 没错 包包岛上的那个地方开草 我大概就 不要开了几八 八岛次这样 对 可以换个地方 然后看看这里的景色 你的视野会变得不同 而且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正对面那个山有一个基隆的字样 真的耶 对 你就会觉得 在这里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感觉 然后离海那么近 离船那么近 对啊 你有上过这么大的那个吗 轮船 游轮 有 我坐过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游轮 真的假的 那你们下一次有要游轮可以找我代班吗 不是这个节目 不是这个节目 游轮 游轮欢迎站住 对啊 我们很愿意 那那时候会不会是吴远萱 我们也不知道 不要这样子嘛 就是你拉到 我的连络电话在这里 你拉到游轮就会不发你 我们知道吗 别这样子啦 对啦 好啦 那也真的很不错 然后这步道 我们可以漫步在这个基隆的海港中 是 没错 来 浪漫的 罗曼蒂克 你看 你看那里有船 螺丝 螺丝 你们两个既然在这玩开了 真不愧是好闺蜜啦 是说这基隆港西岸码头 整建完之后 港务公司依然持续优化码头各项建设 除了提升原有的通关作业效率之外 未来渴望引进文创产业 结合西岸商业大楼招商 形成游轮观光区呢 是不是让大家满心期待呢 我也好期待 尹萱跟小姐姐接下来要带我们吃什么 我说尹萱啊 是 去完了西岸步道 你有沒有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 一种 悠闲的感觉 对不对 好热的感觉 不是很热啦 好热 对 很悠闲 舒服 是这样没有错 但真的很热 我只表达我内心的一种情绪好不好 好啦 我今天竟敢都来带路了 对不对 我什么状况我都先 好不好 你算好了 是 敢问仙姑 我们接下来何去何从啊 仙姑下凡来解答 天气热就是要吃泡泡冰 对嘛 我们既然在基隆 我们就一定要吃泡泡冰 对啊 对我们的 泡泡冰呢 我好久没吃了仙姑 发露仙姑 我说两位仙姑啊 现在是在演戏说网词吗 别闹了啦 这家基隆人从小吃到大的泡泡冰 以前在旧的龙宫戏院旁边 后来搬到仁山路重新装潢 有了现在的样貌 店内有许多充满复古氛围的摆设 连选用的食材来源 都清楚地标示出来 足以感受到店家的超级用心 说到这儿我已经快要热死了啦 赶快来吃冰消暑吧 还没开醒就已经整杯要吃完了 还要吃完 太热了是不是 太热了 而且要好好吃 真的蛮好吃的 然后这泡泡冰哦 我觉得不只是基隆的回忆 是 也是我们临近基隆城市的回忆 怎么说 因为基隆离台北很近 离泡源很近 就是离北部的城市都很近 一定要吃泡泡冰 对 一定要 而且小时候我对泡泡冰又超有印象 因为小朋友就是很喜欢吃冰 对 然后基隆泡泡冰 你又跟一般我们买的那种 鸡仔冰或把布冰 又很不一样 而且每次都大排长龙 你还是愿意等 对 你就是它已经变成了 你就是基隆的 必吃 花生和花豆冰 对 真的是太经典了 这个口味 这个满满的 那我要先来吃给大家看 好 来 它有花生和花豆新鲜到 很像我在那边吃 然后你在那边帮我 不能站在那里面 我站在那里面 这么立即 吃起来就是这么新鲜 因为那个口味太浓郁了 真的是很新鲜的那种 花生和花豆的那种口味 很香气 是 没错 它们家的冰都是一样 草莓就是大火的草莓 花生就是园长的花生 这是食材的产地对不对 就是这边的纯天然的原物料 就是不会在额外 再添加太多东西 是真的很香醇 就是真的 浓醇香 真的就在形容这碗冰 因为它吃起来非常地 有点绵密 可是又有点点 那个冰的那种沙沙的口感 脆脆的 对 有点那种沙沙 然后又很绵密 然后你就算它化掉之后 它那个冰的汁 还是觉得很浓郁 很像在喝花生冰沙那种感觉 有点像奶昔 对 不愧是大家从小吃到大的 泡泡冰 姐吃的不是冰 是回忆 是回忆 经过了这么多年 那绵密的泡泡冰 口感依旧 清爽又消暑 这选自云林圆掌的花生 香气十足 吃起来味道香醇浓厚 难怪花生花豆这个经典口味 能够长久立于不败之地 来 来 这边的草莓 耶 这样的 这就是来自大湖的草莓喔 草莓 比如说上面这个 草莓还会有那个 这个就是鼻头粉刺 草莓的鼻头粉刺 好可爱喔 对 就是草莓的那个果粒的那个 被打碎的都还可以看得到 而且草莓一来 你就闻到那个 好香 酸酸甜甜的味道 是清香味 好香喔 草莓 我想问你一下 有啊 你为什么刚刚吃完 有陈雷的感觉 有这边厨 有陈安同 怎么会 我去来高中 高中 那是夜企铁 那夜企铁啦 高雄 那换你唱个陈雷的歌 你要 我们今天来这么怀旧的冰店 我们要有一些怀旧的体验 有喔 所以我刚刚是用夜企铁的方式 在吃冰 有点胃 那你要用陈雷的方式 你要这样 今天 我刚刚就是试图去挖它的冰 你们看真的 超级绵密的耶 很棒喔 然后就直接在嘴巴里这样子 慢慢的化开 草莓的冰就很适合 像我们这种少女吃吗 对啊 多给我两碗 草莓的话是你整个颜色看起来 就很赏心悦目 大概加上一点点草莓的纸纸在里面 少女的粉红色 耶 哇 看你们这样吃 我的少女心也要喷发了啦 这选用大壶草莓制成的泡泡冰 才刚端上来 草莓香气立刻扑鼻而来 而绵密又细致的泡泡冰本人 大口放进嘴里 咀嚼时还能不时咬到草莓籽 口感丰富又美观 真的是色香味俱全的销鼠盛品 哇 哇 还有芒果耶 好赞喔 我必须讲喔 虽然大家都是觉得 台湾的艾文芒果很好吃 但是台湾芒果有超级多普適 我觉得每一种都好好吃 是 宝山的芒果 来 哦 冰 油 你完全就像是 妈妈先切好的芒果拿给你 你有没有发现它芒果的口感 跟刚刚吃的不太一样 有没有 感觉有点又绵又扎实 更绵 对不对 但是芒果吃起来呢 相对来说比较清爽 更清爽 而且你不觉得它吃下去以后 嘴巴香香的吗 嗯 你把它吞下去以后 然后在舌头的后面这里 就会感觉有散发出香气来 你整个嘴巴里面都是充满着芒果的香味 闻我 不要 不要 你跟我说没用 我想去喝喝酒 而且芒果你吃起来我觉得是餐种里面 特别透清凉的 嗯 可能是因为芒果它就是代表着夏天 所以你光看到这个颜色 你又已经凉了一半了 我不是说新凉 我就整个身体凉了一半好不好 小姐姐 我怎么觉得你越讲越帮倒忙的感觉啦 这来自屏东方山的爱闻芒果口味 不只芒果的果香宜人 吃进嘴里 那余韻还在舌边打转 久久不能自己 真的是太疗愈了 这么多厉害的口味 来基隆不给它好好吃一下 那怎么行 下一段来海港都市怎么可以不吃海鲜 台湾小吃第一名 蚵仔煎 那蚵仔怎么会那么煎 悠闲的午后就来外幕山风景去晃晃 吹着海风眺望基隆浴 简直就是无比的享受啊 休憩一下 你一定还吃得下的